游戏橘子第三季的EPS1毛7季减5.6% 累计前三季的EPS8毛7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的话顺利转亏为盈 那么后世游戏橘子表示 他们会持续发展多元化的精品策略 来深耕各类型的游戏市场 维持营收获利稳健成长的态势